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是不是我们访问过那个 然后又去玩三批吗 这么想 找多女孩吗 就是我们访问他之后 之前 是吗 这么想 你知不接受到 我一定接受不到 你说我去玩三批拍解药 知不接受到 我一定会接受到 这样子是想自私的 但是如果 找个lady boy呢 我已经接受不到 不是很拥命的 比如韩国那个 何什么 何里秀 有了 有了 不是怎么叫做博士 啊 appoy 也有博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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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啊 那你去做博士 那怎么跟你女儿或老婆 去做博士 不會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老婆 或者女儿 你看到我啊 我都缺了 不是啊 但是那时候你不觉得他那条 是籽 你觉得他是女人 可能你和他含籽 是不是 那是女人 我经常说的 你已经有条籽 有条籽 还是快野的余真 你自己想 好了 这个真的 不知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我想也很大惹 最大惹是港珠很大 心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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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播V 大家看看 我在另一个CAP出来 OK 播V 看看 很短的 那 现在开通的车 在香港 未来开通之后 就这样 直过 譬如新界 深圳市 就经过这个心中通道 横过去 就去到中山 如果现在是怎么去呢 现在你看到 我们就会走 去到香港岛那边 到大嶼山那边 到港珠澳大桥 看到不看到 那边是白线 去到珠海市 再到那边 屈回到中山 是否兜了 兜了 当然 你现在可以搭船 好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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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首先 我说 港珠澳大桥 真是含得想尽 你本身 港珠澳大桥 即使多了车流量 我们上次计算了 一年 他们说 三十年才归本 其实是永不归本 你问我 是永不归本 是永不归本 他们说三十年 官方就这么说 官方就这么说 我们现在的收入 是远远不及每一年 去命听这条港珠澳大桥 香港 根据我们的数字 每年要多扔二十多亿 出来 去命听这条港珠澳大桥 不要说那条桥越来越旧 那些人工越来越贵 不要说那些 那怎么办 唯有你多些车走 那你已经不能硬逼 是不是 是吧 你可否现在多做一个 心中通道 即是你香港 都可以走这条心中通道 它还很便宜 这条心中通道 你可否说 我们的基建真是好笑 是 那全国一盘棋 有没有看清楚那些东西是怎么用的 那我们这些特别贵一点 那这个是其一 有没有看清楚 全国一盘棋的时候 有没有策划过 喂 就算起基建也不要浪费 你有一港珠澳大桥 现在是心中通道 那你当日和光租大桥 怎样呢 有没有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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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预测 已经推出了 即日来回中山的体验团去吸客 那就太辛苦了 即日来回 OK 首团在通车当地出发 如果不计到游服务费 每位只收88元 有没有听错 没有听错 88元 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和查询 如果以中山团为例 由于行车时间 估计缩短到一个多钟 一个半钟 来回都是三个钟 跟以前相比 就省了三个钟 以前 可能你到中山已经12点1点了 现在10点多钟 就到中山区了 所以在午饭之前 还可以安排多一个景点 例如去参观宣中山故居等等 甚至可以驾驶去匹林的城市 去佛山顺德食君安乳珠 佛山我们的老友肥佬 大梁雙皮賴 旅行社还说 已经准备了很多不同的旅游产品 下星期推出市面 届时所有相关的旅行团 一路会改行深中通道 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 珠江口岸只有港珠澳大桥 以及虎门大桥连接 好了 你可以搭船 香港以前也有很多人搭船 我和我父亲一起搭船 否则每逢假日 那虎门大桥 港珠澳大桥都会失去 现在中东道通过车之后 不用一定再经虎门大桥 老实说 比如深圳的人 港珠的人 也不可能 是不可能 来香港 都会走港珠澳大桥 都会走虎门 一行便失去 以后不用了 以后我们就说 快很多了 他说 这个都是旅行社的代表 这个是崔定邦 他就说 现在 因为我们总共的行程 去一程 回来一程 每一程都省了半钟 只省了三个钟 可以去到一个景点 而且 他说除了这些职日团外 他们更加会推出更多深度 和浸淫式行程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沉浸淫式 沉浸淫式 什么是沉浸淫式 什么是沉浸淫式 每个人都这样说 突然间有这样的 terms 杨朗普欣又这样说 沉什么浸呢 好了 再不是走马看花 例如 可以安排团友去摘荔枝 摘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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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甚至 刚才说 食伤皮奶等等 可以多玩这两个行程 而且 预计 深中通道 这个我觉得也是 因为车程短了 他不仅仅到中山 可能是什么邵慶宋德 江门 台山 台山会不会有益 也会有益 所以 他们预计 港人较少接触的景点 好像 开平我妈妈 赤瀚古镇 也会去到 他们预计 香港人 去年去深圳 去东莞 但是因为 中山的物价 是比深圳再便宜三分之一的 他预计 性价比又会好些 比如在酒店又好些 是很多香港人 会上去的 所以他们 也会推出了一个 极速体验 深中通道一日团 刚才说的 6月30日到7月初出发 行程包括 来回车的 不用说了 午餐 中山雨甲宴 曹边村上河花 红博城 品尝特色小食 团费 不计 道友服务费 每位 88 88 88 我晚上吃饭 吃饭 真的值得 他说 崔定邦曼 有些社区中心 知道深中通道开了之后 已经为了组织掌制 去中山女友 联络他们包团费用 两天一夜 包了食宿 入住 四星酒店 每位 五百元 都很值得 包了食宿 四星酒店 那 东盈又 当然 都说要分明一杯羹 不是直接搞日本 因为日本是自由行的 他都说 预计这条大桥开了之后 谦国泉就说 会更加多人 北上大湾区玩乐 你快点搞吧 喂 我觉得也得到 中山 上得 让鸣鱼 我就搞过美食团 上佛山 十多人 多少人包团 不是的 我们的老友在佛山开酒楼 黃飞鸻 我们的老友 在佛山开酒楼 暂师傅 不知道要交 有没有那些旅行社的朋友 有说 给我WhatsApp 我6692429 我包个团 我想 两天一夜 够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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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们自己 自由活动时间 就是省一省的时间 他所说 早点去玩 早点 自由活动 大家开心 都好 都是上中山逛逛 很靓 另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个在美国加州大学的教授 陈偉杰 42岁 十年前就开始沉亲 他的故事 妈妈走了 结果发球 但他的故事 看到了 在一个 任何社会 因为他八二年出生 那时候 香港经济开始起飞 但也有这样的情况 妈妈就不报要他 但是我们有保良 有良好的collection 和外国 尤其是美国 他最喜欢 你不能说他是偽善的 他们是有一个 不是传统的 有一个 又不能用习惯 有一个这样的风气 就是 去接收一些孤兒 就是 其实等于我们现在提倡 你不要买狗了 去 领养 这种道理 是 不如生不了 或者年纪大了 就去领养小朋友 他四岁 就跟了他的养父母 即是美国的母亲 就领养他 在美国大 但是 可能不是四岁 我记错了 都是五六岁 很短时间 但是他已经有记忆了 所以在十年前 32岁 开始 他就常常想尋回 苗根 好了 他昨天 就带了妻女 就去到銅鑼灣保良局 都顾地重游 那我呢 因为看报道的时候 看照片 想想 因为他比我小 很多下 十几年 八十年代 82年他出生 他有影响在保良局 在保良局上长大 亦都有些儿童时候 三、两岁的相片 后来是被领养的 他几岁的时候 我当然很大 我成人 一个这样的字子 甚至乎是无父无母 好了 然后 他眨眼 几十年回来 他带了老婆 子女 我都觉得这个变化 是很重要的 其实有了自己投家 因为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没有那个 他和父母是没有缘的 但是也有那种沉根 反而他访问 他说 知道妈妈原来都离世了 他都释怀的 因为自己有个家庭 但是起码知道 那个情形 好了 他带了妻女去保良局 故地重有 大家知道在哪里 在同学院 在保良局的安排下 第一次看到更加多 关于他 他的身世的资料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 能够重访 自己的小孩 住过的家舍 更加看得多了 关于自己的资料之后 他觉得好 因为 他说对于妈妈 所知不多 不过希望找到他 离世前的先生 的资料 又或者 究竟他会不会有 同母异父的手足呢 所以 现在 他在申办香港身份证 方便 后继续 回来找妈妈 方便很多 今年42岁的陈偉杰 他知道他很多 以孤儿来说 他自己都觉得是 1982年4月8日 在明爱医院出生 这些资料 全是妈妈给保良局 几个星期而已 他就因为 个人原因 妈妈 就是个人理由 就弃养他 就把他送到保良局 因为我看完这篇文章 他没有交代到为什么 但是 我就这样看 我相信 他妈妈也是很年轻 就是年轻妈妈 就比较次了 四岁的时候 他获得一对美国的夫妇收养 于是他一直在美国生活 长大学习 即是他几亿到四岁 他现在在美国加州大学的分校 任教 他研究有关领养 这么奇怪 领养这些东西 都可以研究 也有著作 出版著作 访问了千多名的领养者 为什么会有这一批印呢 当然跟他自己的身世 很有关系 保良局的安排下 他昨天去重游 这个幼童祖家舍 他说 跟他印象中 就不太一样了 又或者都不太记得了 重游期间 他拿手机打开了几张 小孩子家舍的相片 当时的家舍和现在的家舍 已经有点不同了 当时的家舍 是在铁鞋 即是铁架 那些崩壁 那些铁通床 那现在 当然很有名 又叮当又有彩色纷纷的木床 但是呢 陈伟杰说 见到这个家舍 以前在保良局那些时光 由零到四岁 是很意气的了 有的 有的 可能有几个画面 但是很意气的 他也有回到小孩子 玩过游乐场去参观 他说 游乐场就翻身过 但是因为游乐场的变化 就反而没有家舍那么大 他看见游乐场 和照片 真的能够证明到 他曾经在香港生活过 这样说他笑清 跟着呢 除了看他这个地方之外 保良局也安排陈伟杰拿回自己的文件 譬如 当年他在住宿服务的证明书 被四岁美国夫妇收养 后 去美国那张机票的收据 小孩子的证件上 陈伟杰说 其实很少领养者 因为访问了千亿的领养者 他研究这个领养 有这么多资料 他说 如果我有这么多资料 我觉得很幸运 原来陈伟杰在今年年初 就找 帮人沉亲的机构 Look for 妈妈 Look for 妈妈 Look for 妈妈 Say 妈妈 Gate Trump 白人 Winnie Davis 他帮忙 找到他妈妈陈静怡 以为可以跟妈妈重聚 谁知另外一个怀疑消息 就是他的原来妈妈 1995年过世 1995年过世 现在差不多30年了 这个就是难 因为他过世的时候 的丈夫 可能也另外再有家庭 或者也过世了 零 不仅时代太久 这个就是我今晚 为什么要在我讲新闻 希望大家 如果有资料 就可以提供给陈伟杰 骨灰放在和合石 葛灵灰安厕所 陈伟杰说 只能够面对现实 自从Winnie Davis 找到妈妈的消息 他也是筹划 所以在这个月中 即今次的tour 就是和太太和两个女儿 回来拜祭妈妈 他一直都希望可以亲自 跟妈妈见面 跟他聊天 今次是第三次来香港 但今次就由找妈妈 而变成拜妈妈 他仍然是想知道多些关于他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就努力找他的丈夫 希望可以了解他在一起 他说他并没有怪责妈妈 遺棄他 也明白他困难的注尽 当初的确 小时候 你小时候就不知道 但后来慢慢大 你就知道 当然会觉得被遗弃有点难过 但后来得知 原来他都在结婚 有人照顾 甚至乎离世了 他都觉得安慰 他说 妈妈已经去世 不过他仍然想 继续了解素未谋面 妈妈的故事 我现在手上 妈妈的死亡证都给他 看到死亡证上面 妈妈的先生 叫汪一珠 王日柱 王日柱 就是W-N-G-王 Y-U-T-S-C-H-U 柱 很少用柱 多数是柱 王日柱 王日柱 当时布住 就是长沙环青山道 这些是沙岭年前的事 366号7楼 有没有网友懂得呢 长沙环青山道366号7楼 现在拆了 私楼起运了 希望找到妈妈生前的丈夫 和亲戚 也想知道妈妈 会不会有其他子女 他也有个 电话留下的 电邮就是 lookformama gmail.com WhatsApp 电话就是 9332-0424 9332-0424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 这些资料 青山道366号7楼 好了 再说完最后一件事 其实我平时不说的 但我觉得实在太划算了 有港南上个星期五 在Facebook 香港街市鱼类海鲜圆道社 上发文 他说 他们十个人 在楼头山吃海鲜 听着 叫了 圣子王2斤 士椒炒煎米粉底 我看吃饭 我不知道是好价 如果是圣子王 一斤在街市买便宜 8-6-7元 2斤就3-2-3元 街市买 豉油王 大蝦30隻 我不知道蝦可以很贵 我当我搬去海中蝦 30隻 一斤在街市买多 過百元 蒜蓉粉絲蒸大扇贝10隻 一隻扇贝 三几十元 10隻 焦鹽鲍魚10隻 一隻鲍魚 油三几十元 我不要说南非鲍 西澳龍蝦仔開邊上湯 5隻 你怎樣都八多元 八多元 一隻 五隻 西澳比較便宜 龍躉肉兩斤厚切炒球 這些又不貴的 幾十元斤 長腳蟹四斤半一隻 一斤兩三口水 蟹呢 街市 我講街市 千多元 炸子雞一隻 海鮮湯 十多罐飲 海鮮湯正 埋單五千大元 大賺抵食 這個網友大賺抵食 我也覺得抵食 10個人 你不只是採採 你看吃什麼 剛才我隨口說 都三四千元 是吧 當然是抵 好了 但是 是 有網民看完 報告 竟然因為價格貴 水乳餐 吃不起 這麼多水乳餐 五千元可以吃到 一圍酒席 抵食什麼 五千元就略貴 一圍酒席 這份量十個人比較少 當然 隨即有些網民反駁 酒席怎樣跟海鮮比 不如去麥當勞 麥當勞 五千元也不用 坐三十人 有人說 買海鮮食場 起碼要三千多 我看上去也是 又煮又用 燈油火藍不用錢 超值得吃 只是長角海外賣幾百元 二三百元 全部海鮮 如果收你一千多元算很值 說要買斤樓 我看出有些人 诶猶猶豫 秃 lodge 不會吃大活 但是 你要去 cash 你去街市買一份 買的那些死東西 不是海鮮 死黃花 死城 都四五十塊條 五六十塊條 那些是鮮的那些 現在你怎麼貴啊 抵想到爛啊 你還不需要那些 你去鹽田港吃吧 可能鹽田港也未必可以啊 你真的有價嘛 阿正 我當聖子王兩斤 就百六元 三百米 屍油黃蝦 我當機圍蝦 中蝦最便宜啊 我不知道多少錢 三十隻啊 我想也要百多元吧 那就五百了 買料 先輩 我當二十元隻 十隻 二百元 應該不止二十元 七百元 鮑魚三十元隻 十隻 三百元 一千元 龍蝦子 二百元隻 五隻 二千 二千元 龍躉肉兩斤 我當二百元 二千二 長雀蟹四斤半 我不要當三百 我當二百六 五百二 一千零四十 四斤半 一千一百八 一千一百八 人才二千二 還有一隻 炸子雞 還有海鮮湯 我說街市價買 你老母 你是不是要五千元 給醬物 給你吃好不好 師生 別傻了 如果是那間餐廳便是水魚了 禁止賣大包 我也想可以馬上去 現在呢 阿正 現在我們這段 人家的競心很大 你記不記得呢 一八九年前的時候 我們去吃海鮮 或者你和你家去吃海鮮 沒有什麼特別的海鮮 每人六七個水 下限地 即是平均價 即是西貢 李瑤門 樓浮山 很多人都說 嘩 一看 樓浮山 去西貢就是悲韌湯 我真的從小到大 我沒有這個感覺 你一不就自己買個家裡煮 如果不是的話 香港怎麼會吃海鮮度到差不多了 李瑤門我都不覺得去好湯 你認不認識人 你看你怎麼買 賺你又當然了 那你說 喂 如果吃海鮮 你普普通通的 三幾百元 一位就合理 很普通的 都要的 因為現在你不吃海鮮 街市 街市撞銷 採了兩三個水 有時候夾錢 夾錢 夾 夾 嘩 你嘩嘩 精銷白線 米牌 嘩嘩 幾百元 幾百元 幾塊而已 那你又 喂 好像她剛才這樣 在樓浮山 我覺得不僅不是貴 是良心見價 為什麼不開名呢 她的照片還挺漂亮的 對呀 挺漂亮的 休西陣